南韓知名DJ Soda日前指控 在日本大阪音樂祭遭多名觀眾席凶 音樂祭主辦單位昨天正式報警提告 群愛已進入司法調查程序 而影片拍到的其中兩名席凶男子 昨天也透過日本YouTuber三崎優泰的頻道 发表道歉聲明 提到从以前就很喜欢DJ Soda 当天抱着参加派对的心情 喝了酒一时冲动做出轻率的举动 并向DJ Soda主办单位及社会大众道歉 两人后来也前往警局投案 警方表示目前有三人被指控 会先针对两名男子进行调查以厘清案情 而DJ Soda昨天也在IG写下长文 强调服装和性犯罪无关 呼吁各界不要再检讨受害者 更透露六岁时有次一个人在家 竟被破门而入的强盗性侵 但因为怕父母担心 所以一直没有说出来 从此留下创伤 长大在活动场合被宾客性骚 想举报却被合作摄影师阻止 如果你加入MeToo 我们会很难存活下去 只好保持沉默 内心却感到非常羞愧 DJ Soda最后也说 现在不想再逃避或隐藏了 如果忽略这件事 或许有其他人会成为受害者 他也希望透过自己的遭遇 帮助其他人 即使只是一点点 如果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站出来 或许有一天 社会的观念也会有所改变